TOMAS 哥 说摩托 很久没有拍摩托了 今天我们来拍价Y16 先拍一圈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为什么要拍自驾Y16 因为自驾Y16装了很多 Cartina Lessing 的产品 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 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地上去冷却的 然后现在我也看到很少人有去前面的Ford 去做成Grom 车主人去做成Grom 看到整架Motor会比较亮 因为现在都是他们都是流行玩那些 那些车的有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 但是反而我看到用来Grom的比较好看一点 要选颜色来配啦 然后车主这架啊 做了蛮多东西 很多小细节他都有在做到 比如讲这些螺丝啊 你看到螺丝地方他都已经去换掉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他还有做些什么东西啊 还有就是 Cartina Lessing 的 Cartina Lessing 的 让你的黑油散热 引擎会没有这么的少 然后车主他也是自己去DIY 做了这个Bike 为什么他还要自己去换成这个Bike呢 因为Grom 闪闪发亮 这架Y16也是换了Cartina Lessing 的ECU 再配搭Cartina Lessing 的 32AM的Adjust Center Cutting 所以可以讲大部分Y16可以装的 Cartina产品这个车主他都已经装了 还有最近很热卖的Cartina Lessing Seat 坐下去不会让你往前滑 淡淡也不会这么痛 很多啊 还有这些也是换成Cartina Lessing 的 后面的也是拿去增购的嘛 还有Moroshock也是换成Cartina Lessing 螺丝啊 你看到细节的螺丝啊 全部都有去换 只要你看到地方 全部车主都有去换 现在我们先去试车先 试看它这个力量 我们叫车主去试了 现在我再会给大家讲解过一次 1 2 3 3 4 4 4 5 6 6 6 7 9 7 9 7 7 9 7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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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看了车主试车,觉得如何? 它只是换了一个ECU,Ageos,还有一个Dynor,它就可以达到这样的Lid, 还有换前后两个Lim,把它换小一点,Lid就很快达到, 然后车主还要换一样东西,很少人会去换的东西,车主也换了, 那个就是Ford T,Cardina Lessing 的Ford T, 为什么车主会去换这个Ford T,这个Ford T的作用又是什么? 因为原本的,比如讲原本的Ford T,它差不多一凳子, 现在车主换了这个Ford T,往前一叶要多一寸,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位置会比较多,而且你摆的幅度会更多, 基本上车主会在Up Step,因为我们最近也有在做一些Y16的VV升级, 所以慢点车主也会跟着升级,今天就纯粹先拍一些车主有改过的东西, 等车主在Up Step 的时候,我们再继续拍摄, 谢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一期见,拜拜!